最近,李冰冰在节目中体验宠物殡葬师职业,送给了安乐死的病重宠物猫苹果姐姐,李冰冰拍摄节目后有感而发,联想到自己和家人们的身体健康,她这几年一直身体都不太好,总是莫名其妙地感觉到疲惫不堪,甚至会发冷,没力气,长期失眠,每天都吃大量的药物,但都没有效果,长时间失眠导致精神崩溃, 整个人都变得敏感脆弱,和以前完全不一样,网友们看到李冰冰的长文后,留言称她有很强烈的不安感,这会导致自己越来越恐惧,越想睡着越睡不着,大家劝她真正地放松下来,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,慢慢地调养,也许会好很多,希望李冰冰能够生活得快乐轻松,祝愿她能够摆脱失眠的困扰,安心地睡个好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